王子公主结婚之后 不一定就是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一个电视台的主播加入豪门 生活优渥 但是面对先生外遇 他决定结束婚姻 带着孩子离开 身上只剩下十二块钱 不过为母则强 他开始学做古早味腊肉 也渐渐地做出了口碑和成绩 现在他以过来人的身份 邀请单亲妈妈一起加入 希望帮助更多的女性朋友 走出失婚的伤痛 创造属于自己的一帆天地 温度直标 热力逼出油脂 肥瘦匀秤的细薄薄片 烤出金黄油亮表皮 浓郁香气飘散 可别 好烫好烫 但好香喔 可别热腾腾了 好吃吗 那再吃 我再给你 好不好吃 好好吃 好吃喔 小朋友们闻香而来 开心的一块接一块 妈妈们忙着施展魔法 把围炉黏味变成日常的美味 未来手里的五花小鲜肉 就像是美女一样 减一分则太瘦 增一分则太肥 沾染十多种中药粉 调制出的调味料 擦汁抹粉后 油亮粉嫩 色泽诱人 就像人 就是我们一样 三餐吃三餐的话 但每个人长得胖瘦 好看比例 皮肤的色泽 漂不漂亮 其实我觉得这根猪肉 你接触久你也发现 它们的肉你就是 真的看起来你会非常的惊艳 就是它是非常漂亮的 好像就是穿着跳舞衣的 一个五花肉一样 贝兰眼中的穿着跳舞衣的 五花肉 经过加工 摇身成为嘴里会挑动味蕾的 腊肉 肥得刚刚好 瘦的又不会太柴太硬 以前我有两个庸人 所以完全不用做这些 所有东西录到你嘴巴里面 都是最精致 最好吃的 但是没有温度 你根本不知道它从哪里来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 到最后吃到我自己嘴巴的时候 我觉得我可以对我自己负责任 相当于我也觉得 我可以对我分享 我的朋友们负责任 那这种感觉其实是一种 很脚踏实地的温暖 惠兰曾经是好命的公主 离婚之后得独立抚养小孩 为母则强 凡事都得自己来 掠湿脂粉腌过后的肉条 进入按摩池 一待就是两小时 冷空气和常温空气交错 猪肉毛细孔不断收缩 吸收独门酱汁 进入烤箱烘干水分 红烟扎实的腊肉条 现在不只是年味 在中秋脚步接近时 会来手工把腊肉切成薄片 包进绿豆烹月饼里 精彩的来喽 好烟饼绿豆烹 里面就装了 刚刚你们最爱吃的腊肉 好吃的腊肉 从挑选猪肉就很讲究 云林台湾的养猪大县 筹缝机抽送着猪舍离的废气 廊道上飘散着猪汁的气味 一般人很难忍受的猪骚味 吴继恒像是驾走咖一样的嫌熟 其实他留美 留日 学的是经济 国际关系和国际气管 洋派的狠却在乡下养猪 弟弟大有来头 是洋民国际的设计师吴继刚 我很感谢我弟弟 他给我机会去看一些我看不到的东西 所以我去留意看秀的时候看得都没了 但是我也可以跟他讲说我也是每天看很多美女 像你刚刚看到这些都是美女生出来可爱小宝宝 那其实猪跟人真的非常接近 放饭时间猪猪们满心期待着玉米黄豆小麦等饲料 只不过猪跟人一样 就算都吃一样的东西 兄弟都会长得不一样了 如何让猪肉品质规格化 夸张一点的说法就是养猪要比养人还搞刚 其实吴继恒爸爸做了三十多年的营养补给飼料攻击者 这几年串联上下游慢慢的转变经营方向 甚至撩漏起开始养猪 你看旗带还没掉 你看旗带 旗带还没掉 小猪们一出生就很有活力 吸水的母奶 所以我们发现三十年来我们做的工作只做了一半 真正要改变农业生产者的社会地位也好啦 或者让食品安全更全面 因为猪肉的好是来自于猪养的好不好 猪汁的原生地来自英美和加拿大 圆滚滚 瓦跳跳 吴继恒引进LYD混血品种 兼顾肉质和口感 他们会靠过来对不对 他们会靠过来表示我们平常对他的照顾是OK的 为而要让他们适应雅热带地区的环境 吴继恒在猪圈和温度都下了功夫 尽量让他们能够长到头好壮壮 到现在要实际经营 当然我有很好的团队来协助我来经营猪场 但是真的是用嘴养猪跟用手养猪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包含疾病的管控 才发现真的很困难 困难的事还包括了 如何提升屠宰场的卫生环境 类似无城市的高规格厂房 让分切猪肉保持在零到四度之间 确保肉质冰鲜 异味都是来自于细菌的一些滋生 那要抑制这个细菌的滋生 我们不需要把温度控制得很好 那所以在零度以上 五度以下是一个它相对滋生最缓慢 我们不能阻止它生成 但是我们可以降低它的生成的速度 真的摄入越深 吴继恒也发现要提升农业到3.0版 食农教育很重要 吴家从自身做起 用自家的猪肉做餐饮生意 从产地到餐桌 食物里程超级短 这样的改革也要教育消费者 真食物真的会坏 但真心饲养的猪 真心不骗难能可贵 这也是黄惠岚为什么非得跟吴继恒合作 一起做出好腊肉的原因 从小到大 爸妈把惠岚捧在掌心上 备受呵护 在家里不进厨房也不做家事 职场顺遂很快就坐上主播台 风光加入豪门 还有庸人分忧解牢 但王子公主的故事 并不是永远happy ever after 先生的公司拓展太快 突然宣告破产 夫妻之间出现第三者 打击接踵而来 破产之后我才知道她有朋友 加上那时候200 809京东风暴来得也太快 我们来不及因应 所以其实就是很多重的原因之下 我们就跌倒了 豪门梦碎 惠岚离开夫家时一无所有 没有积蓄也没有办法再回到媒体圈 最低潮时身上只有12块钱 连要生存下去都成了问题 我想我生了三个孩子 能够最拿手的应该就带孩子 去保姆协会那里 想要去考保姆执照 但是考保姆执照之前 其实他先要缴八千块的训练费用 那我身上根本没有钱 后来我想说 那我可以去超市 去超商 联手超商工作 但是那时候其实也四十岁了 我竟然资格不服 只要有心站起来天无绝人之路 靠着信仰和贵人相助 惠岚找到了一份月薪六位数的工作 再度回到职场 惠岚接触到许多相同遭遇的单亲妈妈 她体会到经济不稳定 是许多妈妈们最常遇见的难题 因此号召她们一起用双手 展开场前大作战 惠岚运用自己过去的人脉关系 也因缘机会学到从明朝流传下来 的腌制秘方开始做起腊肉生意 因为锁定金字塔顶端族群 未然从猪肉挑选和行销策略 都下足功夫 创意的发挥 那没想到用在我们的客户行销上面 就有效果 所以本来人家只要买一条腊肉的 炒个蒜苗 现在不是 她做沙拉 她做直接干煎 然后又炒蒜苗 她就是变成可能一下买十条 厨艺老师和妈妈们脑力激荡 把通常在过年团圆时 才吃得到的传统腊肉 变成天天都能吃的好料 刺激更多的消费力 使这一群在婚姻中很弱势的 单亲妈妈们想出来的突围尿招 年轻的时候她会犯错我也会犯错 我们都没有在爱里去容忍对方 那一时的选择就造成 往后走不同的路 但现在看来我觉得那些吃饭 都可以忍耐的 上帝关了一扇门 必定会再开一扇窗 黄惠岚走出豪门 找到豪门 婚姻路上触礁 职场上找回热情 悲情留给过去 女力开闯自己的一片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导 突然有信息 这个和沙南午中 迎订阅 团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导 音乐 今次 日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лов 在 苏 和 外 人